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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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上課 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 Intrinsic Image 那我們上次已經看過照片跟閃光燈的這種 就是加了閃光燈的照片 怎麼樣跟沒有閃光燈的結合 那今天的話呢 是要探討說怎麼樣把照片的光線 跟它原本的反射的材質分解 所以你可以把一張照片分解成很多張照片 那在這邊的話至少分解成兩張 就是有一張代表它的光線以及它的陰影 然後另外一張代表它原本那個物體的反射的性質 就是它材質反射性質 所以底下出現的這些詞就是等一下會看到 這lighting 然後shading跟reflectance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論文的話 是這邊列出來這幾篇 重點會放在前面兩篇 會花比較多時間來解釋它的做法 然後最後那兩篇的話就是簡單的帶過而已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那intrinsic image的話 就是你 我們剛剛說過就是你要把一張照片 分解成很多張這個基本的構成的照片 那最標準的就是說你把它拆成reflectance跟lighting 那ia的話就是你的輸入的照片的intensity 我們現在只考慮單色的就好了 不要看彩色照片 所以你要把它的intensity拆成 一部分是來自於物體本身的反射的這個性質 另外一部分來自於外界的光線 或者說它物體的形狀造成的這些明暗的變化 這些陰影那如果你能夠做這樣拆解的話有什麼好處 像底下這例子就是左邊等式左邊這是原本的照片 然後你如果有辦法把它拆成下面右邊那兩張的話 那這一張就會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reflectance這個照片 它是只包含了那些平面那些物體的反射性質 所以整個那圓柱形呢因為都是同一個材質 所以它的反射的性質都應該一樣 那那一塊區域就會是看起來都一樣 那拆成右邊那兩張之後呢 這一張的話就是我們說的這個reflectance 因為它是單一的物體 然後它材質都一樣 所以縱使它有不同的它的表面有這個立體的結構 但是因為它都是同樣的反射性質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一整塊一樣的東西 然後由於它的形狀跟它這個光線造成的這陰影呢 這些成分會被分解在另外這一張 這個lighting的照片裡面 那你把這兩張成回來的話就會得到原來的照片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照片拆成這樣子的成分 那你如果有考慮顏色的話呢 可能就是彩色照片的話 你的顏色也是其中的一個intrinsic image的一個成分 然後如果你有考慮物體表面可能會有比較 如果是亮面的話它應該會反射出那個光源 那那一種的話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一張intrinsic image 所以就是你可以把這個一張照片拆成很多基本的構成的元素 那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就是 主要是要把它拆成reflectance跟lighting這兩張 那這樣的問題它是所謂的Eopost problem 因為你從一張東西要變成那麼多張 這是你要怎麼樣說它對都可以 因為你就把其中一個都測成1 另外一個就是這就是一種答案 但是你有很多種分解方法 所以這個問題本身並沒有一個 並不是一個唯一的定義就是說你一定可以解出什麼樣的標準答案 那這是它的本質上就是這樣子 一個Eopost problem 那假設說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分解出它真實的 因為它其實真實物體總有這個 它原本該有的這個reflectance 那做得到這一點的話有什麼好處 因為像這個reflectance它是跟這個視角是無關的對不對 因為它整塊就是看起來就是那樣 同一個顏色 同一個以這邊來說就是這塊灰色區域呢 看起來都是一樣的 那它就不會受到你環境光源的影響 所以我們平常在做一些影像處理或是電腦視覺應用 麻煩的地方就是當你要做譬如說要把這個物體切割出來的話 那這些影子就會造成干擾 所以你可能切出來的不是那物體本來的所佔有的區域 連這些陰影也被切進來 那如果你能夠真的分出來這個reflectance 這時候呢你可能做一些應用就很簡單了 所以你要做segmentation的話就變得很簡單 不需要太複雜的演算法 如果你的拿到的照片是這張的話 我相信很簡單的方法都可以把這個物體切出來 但是對於原來的照片來說呢 這個就很難去做segmentation 所以這是它的好處之一 那當然就是到底哪一個問題是比較簡單的 就很難很難界定的 所以它其實是綁在一起就是寫這個intrinsic image比較簡單的 還是說去做imagesegmentation比較簡單 這個是我們這邊就不再深入探討 但是呢至少你知道說 如果真的能夠分解出這樣的東西的話 那你只要隨便用一個很單純的segmentation演算法 都可以把它切得很好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你要比較 去做照片的這些比對的話 譬如說你要做template match 你要在一張影像裡面找出來 某一個你有興趣的區塊 假設你已經有一個template 然後你要去另外一張影像裡面找出來 類似的區塊 那因為拍照的時候可能這些光線都會變化 所以當你在比對的時候呢 你就會受到這些光線的影響 所以可能相似的東西呢看起來會變得不像 然後你去比的時候就差異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你找不到真正跟它相似的這些template 那如果你能夠做剛才的說的那個intrinsic image的分解的話 你一樣可以讓這個問題變得比較好解 因為你就把這個干擾的無關的干擾因素抽離掉 你在比較的東西是真正那個物體本身的長相 那這些是我們在探討這個intrinsic image分解的問題 對 它帶來的好處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說 因為剛剛已經講過它是Eopause problem 如果你有一張照片的話 你要把它拆成兩張或更多張 這是沒有辦法解的問題 那我們就應該要想辦法讓它可以解的話呢 你應該要帶進一些額外的資訊 因為你剛才的問題就在於說 你要一個解兩個一個變數 把一個觀察到的東西要解出兩個未知數 這是不行的 那你要讓它變得可以解的話 就是你想辦法把問題重新包裝一下 然後帶進多一點的資訊 那其中一種做法是說 如果我能夠不是拍一張照片 而是拍多張的話 這樣是不是有 因為你觀察到更多東西嘛 是不是有可能讓它可以變得可以解 那問題的定義就會像這邊的文字描述一樣 就是你拿到了T張照片 那T張照片呢拍照的時候都是靜態的 所以物體也沒有動 然後你攝影機 相機也沒有動 那只有光線在變 光源在變化 然後你就拿到這個T張照片 那每一張照片多了一個index T 代表說是這T張 大T張的哪一張 那這些照片不一樣的地方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它的reflectance都一樣 因為你是這樣拍那個物體物體也沒有動 所以以照片來說呢 它的每一個XY坐標 對你的XY坐標它的reflectance都是一樣的 那會讓它拍出來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環境的光線變化 所以這種例子是什麼 就是如果有一個監控攝影機 然後它拍一個某一個場景 然後隨著白天到晚上那邊光線會變化 可是假設你拍的場景都是固定的 那你拍到的東西應該就是符合這邊說的這個假設 就那T張照片呢就會是只有光線在變 然後場景裡面的這個東西reflectance是沒有變的 那你的問題就變成是這樣子 一樣是要把你拍到的那大T張照片呢 拆成這兩樣東西 其中有一樣呢是跟這個T那個index無關的 就是reflectance 因為每一張照片它reflectance都是一樣 然後但是另外一個不一樣的是那個lighting會變 所以這個東西也會有大T張 那這樣子好像看起來比剛才好一點 剛才是一個要變兩個 現在是大T格要變成T加E 大T加E一個對不對 因為你有T張 大T張照片的話 這邊就會有大T張 大T一個這個L要去估計 Y加一個固定的reflectance要估計 所以都是比你觀察到的東西多一個 所以你位置數還是比你觀察到的資訊多一 那它還是一樣 就變成還是Eopost problem 對 因為你位置數還是比你有的這個資訊還多一點 但是已經比剛才的情況好一點了對不對 剛才好像是一個就要變兩個 現在是T要跑出T加一個 那跟剛剛一樣就是如果說你就直接把R設成E的話呢 你就得到一組solution 但是這個solution不見得是對的對不對 那到這一步之後呢再來要怎麼辦 怎麼樣再去加額外的限制 或者說加額外的 因為我們從原本的問題已經變成是 多了一些觀察到的資訊 然後希望能夠讓它變得可以解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還是不行 所以你好像還要再加進去一些額外的限制 就是讓它可以解得出來 那剛剛舉的這個監視攝影機的例子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webcam然後拍某個地方 那一天之中它有不同的光線變化 最後分解出來的reflectance 可能就長得像這樣子 看起來是沒有這種陰影跟那個 同樣的區塊比如說樹好了 當然沒有那麼完美 樹的話就整片的樹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亮度 然後地面的話呢 就會是沒有那些陰影存在 那這一張的話可能就是其中的某個lighting 應該是這一張的對不對 看起來像這一張的lighting 其中的某個lighting呢 然後分解出來是這樣子 然後這兩個乘回來就會變成是 再把顏色加進來的話就變成水右邊那一張 那剛才說過說對於這種reflectance呢 你可以做segmentation就變得比較容易 那另外你要做一些影像的編輯的話 也會比較容易 就是譬如說我把作者把這地面呢 這應該是伯克萊的校園的建築 然後他把地面貼上了這個史丹佛大學的這個校徽 然後再把光線再加回去 所以最後合出來就變這樣子 那因為你已經把光線跟這個原本的這個 地面的這個材質分解了 所以當你做這樣的合成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比較逼真一點對不對 他不會是那塊區塊不會是蓋在影子上面 不會是把影子蓋掉 是先把那個reflectance改掉之後呢 再把那些光影把它加上去 這樣看起來就會是 好像是在現場有的這個東西 好像原本的地面就是有那樣的圖案 而不是外加貼上去的 所以你如果可以做這樣的分解的話呢 做這些影像處理會變得比較容易 然後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是可以就是希望能夠做到的 從譬如從三張這支照片呢 然後分解出三張lighting跟一張reflectance 那為了讓這個Eopause problem 可以真的解出一些比較有意義的東西 也不是只有一個是R是E 然後其實他就直接每個L都等於I 這樣就沒有意義的 對 沒有結任何東西 那為了讓他可以解出比較有意義的東西的話 這裡就加入了一些假設一些限制條件 那用到的就是sparceness的這種性質 所以假設說我們先把剛才原本是 I等於大I等於大R乘上大L 這個式子呢取log之後就變成I等於R加L 所以這些小寫的符號都是代表已經取log了 等一下你還會看到 等下就等下看到這些符號的時候呢 你就要記得這個小寫的話都是已經取完log了 所以本來相乘的問題就變成相加 那一樣就是要做這樣的分解 要從I去拆解出L跟R R跟L 那我們如果能夠對於這個L呢 做了一些假設 假設它有某種特定的distribution 那這樣子加進去的這個假設呢 可能可以讓你解的時候呢 會傾向於L會解出某一種 具備某種性質的L 那如果說那個L的性質呢 真的是符合原本的自然的影像 該有性質的話 那就會可以避免掉說剛才看到的 就是單純的讓R是1 然後L是直接複製I 那樣就沒意義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個適合的distribution 可以描述這些自然的lighting 應該是 應該是有什麼樣的分布 那一開始的話你可能想說 或許這個lighting它的 它的對比會比較弱一點 然後reflectance會比較強一點 因為你剛剛看到reflectance好像 有那材質的表面的這些區塊 那比如地面跟這個圓柱的這個面 這個就會有很強的對比 那假設說用這個對比來當作 你的性質的話呢 這樣子好不好 那你只要稍微看一下實際的照片 你會發現說其實也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些像影子這些東西呢 它的對比也是很強的 所以光lighting那張照片 應該也會有 有可能有這些強的對比 所以你不能單靠這個對比 這個性質來描述它 那在進一步去分析的話呢 會發現說其實這個性質 可能更適合描述這個自然影像 就如果你把一張影像 它的它取一些 比如水平跟垂直的這個 微分的這個量的話 就是你算它的derivative 所以可能是相鄰的pixel相減 或是垂直或水平的pixel相減 減出來的這個差值呢 你去畫它的 橫軸是它的值 然後縱軸是它的數量 所以整張影像你可以統計出來 相鄰pixel的差值數量會是 它的分布會是怎麼樣 那你會發現說大多數的 相鄰pixel的差值都會 都會集中在0的地方 表示說大多數的區域呢 它相鄰的像素呢 它們的亮度的差其實是 其實是很小的 什麼時候會有亮度差 就是在一些物體的邊界的地方 才會出現 那這個性質是在大多數的 自然影像都會有的 那不是自然的影像 比如說一張雜訊的影像 那它可能就會 不會分布得這麼陡對不對 因為雜訊影像的話 它可能相鄰的像素都是不一樣的 就會變得 它就會變得比較平一點 因為它會有很大的值出現 然後也不會統統統集中在0 所以這兩張影像是 這個畫出來底下分布是長這樣子 你都可以看到它是 大多數都集中在中間的地方 這中間的就是值是0的 也就是說 對於自然影像來說呢 絕大多數的這些水平跟垂直 這個微分的量呢 都是很小的 都集中在0的地方 真正會有出現大的這個差異的地方 就是在少數的這些edge這樣 大部分的地方都是 都是跟相連的pixel都是很一致的 所以有這樣的性質 那這個 而且這個distribution呢 它不像Gaussin一樣 Gaussin就是很平緩的這樣子降下來 它是非常陡的 就是一下就變得很平 就是這邊很高 但是立刻就變得很平 那你就要去想說 什麼樣子的distribution 可以去描述這種形狀的分布 就是我們有興趣的 當然是有參數化的distribution 所以Gaussin的話我們剛剛說過就是 它是它比較像這種形狀對不對 可是現在它的分布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distribution的話是什麼 那探討這樣的問題其實是一個 也是一個研究的主題 那你們回去的話可以去看一下這兩個影片 就是在分析說什麼樣的 所謂的自然影像到底有具備什麼樣的性質 那這篇論文的話呢 它是用了這個很單純的distribution 就是Laplacian distribution Laplacian distribution的式子 長得像這樣子 跟Gaussin不一樣的是 這邊不是平方對不對 Gaussin的話這邊是平方 除掉那個variance 但是在這邊的話是絕對值 所以你去畫這個形狀 你畫出來會是像這樣子 會是非常非常陡的這個形狀 那一旦你X呢偏離了0 稍微偏離一點的話 它值就會立刻降到0 這是Laplacian distribution的 它的分布的性質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假設它的 剛才說的那個distribution 是Laplacian distribution的話 然後你試著去把這個亮度的 這個水平垂直的 這些微分的值呢帶進來 然後應該要能夠很符合 這樣的distribution 就是你把整張影像的這些值 都算出來之後 你帶進去這個Laplacian distribution 應該大多數的對應到的這個值 都要是很大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 你帶進去的值呢 都落在這些地方的話 你算出來那些gradient都很大 然後都落在這種比較偏離0的值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堆很小的值 那最後就會變成說你其實 你假設這個model呢 跟你的觀察到的照片是不符合的 那所以現在目標就是變這樣子 就是我們要 我們要試著呢把原本的問題 原本的問題在這裡 去帶入這個distribution進來 然後剛才提到就是你要先算微分嘛 所以假設說我有N個filter 如果是只考慮水平跟垂直的話 就兩個 那這個filter呢對IA去 就是IA現在是取log過的 做convolution之後 你去算它相鄰的這個IA的值的差值 那這個東西叫做O 那因為你有T張照片對不對 所以你每一張照片都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有N個filter 所以你有N個這樣的東西 就是N的index是filter 第幾個filter的index T的話就是你有幾張照片 那幾張照片的不同地方在於說 它的光線是有改變的 那算完這個之後呢 我們另外用這個符號RN代表說 你想要估計的那一個 你想要去分解出來的那個R 那個reflectance那一張東西 它跟它如果 你如果用那個filter去作用完之後 做convolution完之後呢 它得到的東西叫做RN 這是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符號 那一旦你有這些東西之後呢 然後外加這個 把這個laplacian distribution引進來 作者發現說 你其實reflectance的估計 就會是用這個式子去估出來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為什麼 所以假設說 它的lighting這一張 它是帶了這個filter之後 就我們剛剛說的水平跟垂直的filter 它會出來的東西呢 會符合laplacian distribution的話 那我們的對於這個reflectance這張照片呢 就經過了filter之後的reflectance的估計 如果是用maximal likelihood的估計的話 它的估計就會是長成這樣子 對於on這個東西取median 那on是什麼我們剛剛看過就是 你的每一張照片帶進這個filter之後 就是用這個filter做convolution之後得到的東西 你觀察到的那樣照片i 這intensity做convolution之後得到的東西叫on 然後因為你有T張照片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T張照片的o的值呢 把它取median中位數 那中位數呢就會是這個rn的估計值 那rn是什麼rn就是在rn括號xy 就是在xy那一點 它對它的reflectance 對這個dn個filter做完之後的出來的值 會是這個rn 那你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你有這個rn的估計值之後 你就可以整張照片呢 在每一個位置你都可以有它的reflectance 對於dn個filter做完convolution之後的結果 那假設說我們只有兩個filter好了 就是水平跟垂直的這個derivative 那你就會算出來一張r呢是水平的 就是reflectance呢做完水平的這個差值之後 得到的長相應該這樣子 然後以及垂直的 做完這垂直的差值之後長相 那再來就是試著把這兩張東西再組合回來 所以這邊就已經可以估計出來r是什麼 r經過filter之後呢應該長這樣子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從它的distribution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剛剛說你要把 你假設這個l呢做filter之後呢 它符合laplacian distribution對不對 那你就會希望說它的 帶進去之後這個likelihood要越大越好 那likelihood是什麼 likelihood是長成這樣子 我們要估計的東西是 我們要估計的東西是p 我們要估計的東西是p 是rn 然後o是我們觀察到的東西 o是我們觀察到那張影像i呢 做那個filter之後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你觀察到的 這個是你要估的變數的参數 那這個東西叫likelihood是因為我們希望看說 到底我的rn呢該怎麼設定 設定它的值可以讓我最有可能去觀察到 你現在的這些on 那這個就是我們拿到的likelihood 那你當然希望說這個東西越大越好對不對 這樣就會很符合你這個model呢就會很符合 就是你的這些r呢就會很符合你觀察到的影像 在這個laptation distribution底下 那剛才說這個laptation distribution長成這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x的地方應該要帶那個l進去 帶那個lighting進去 因為我們這邊講的這個 假設是這樣子 帶lighting呢做完了conflour選之後 就是我們希望是 帶進去是這樣子 f 然後 那這裡是e對不對 然後除以z 然後因為這個l是什麼 l是i減掉r嘛對不對 因為i i等於l加r 所以這是i減掉r 然後你把它各自做這個conflation之後 因為它是線性的所以你可以fn跟i做conflation 然後fn跟r 你就會得到這邊寫的東西 你就會得到這個on on就是fn跟i 這個conflation結果 然後rn的話就是fn跟r 然後因為這邊是相乘對不對 就每一個像素每一張影像 你把它的每一個像素都帶進這個點 然後你希望這個值越大越好 然後你有那麼多個像素 那麼多張影像 每一個這個值都要把它通成在一起 就是你的這個幾率 那這邊當然有用到這個independence的假設 所以是把這些每一個每一個幾率通成在一起 就是你最後的這個joint的這個幾率是多少 那這個幾率值呢 因為是相乘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相乘呢 放到這個explanational這個指數的地方 變成相加 所以從這邊變成這裡 就是只是把乘的變成加的 所以在指數的地方要加出這些term 那因為你希望去maximize那個整個式值 所以你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去minimize 這些sum的 sum起來的東西 因為這邊有負號嘛對不對 所以負的這個越小越好 這樣整個值才會越大 最好是0對不對 0的話這整個值就會是1 那你會希望sum的這一團東西呢 要越小越好 那什麼樣子的 什麼樣子的r可以讓這個東西越小 就是我們現在單看rn括號xy 然後他sum這個呢 就因為xy已經 我們已經固定看xy了 所以如果只看xy的話呢 什麼樣的rn可以讓這個式子裡面 這個式子呢最小 就是 假設你先不要先不要看 因為每個xy都可以分開來算 所以上面的那個sum xsum y sum t 然後onxyt 減掉rnxy 我們就看這個像就好了 然後這是絕對值 所以這個值應該是設成什麼 可以讓它最小 那應該回憶一下好像國中的時候就有學過 有學過那個x什麼 像他都會考你說x減掉3 加上x加上5之類的 然後加上什麼x減1 這樣 不會問你一個這樣的式子 然後說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對不對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是一樣 這個就是rn就是x 這些就是那一堆-3正5-1這些東西 所以應該是反過來應該就是3-5正1 因為我們如果都減號把它留著的話 那這個問題的話那時候是怎麼解的 你還可以列更多項嗎 什麼值可以讓這個最小 以這一筆數字來說的話 最小的x是多少 可以讓整個值sum起來最小的x應該是多少 以前是怎麼解的 好像要畫一些什麼這樣子的線之類的對不對 然後你就會通通加在一起之後 就會得到最小的 是嗎 是嗎 公式是什麼 除以3嗎 那樣是算平均值是嗎 那樣的話是算它的平均值 那種情況的話應該就是你其實在平方的平方 但是現在沒有平方 所以可以 假設是3的話呢 假設它 假設x是3的話那就 這兩個就很大了對不對 這個就特別大 不太划算 但是 所以你會讓它往1去靠近對不對 比如說變成2的話呢 2的話這邊還會附出-1 這邊還會有1 2的話這邊是7 2的話這邊是1 所以這裡總是 這邊總是要 這邊好像會附出太多代價對不對 那應該就可能乖乖的畫這個就會畫出來 應該是1是不是 應該是1對不對 對 就是最後的答案會是你把這個 減掉這個東西啊 3對不對 然後這-5 然後這是1 三個就把它排順序 然後取中位數就是 就是答案就會是剛才前面出現的這個東西 就是取-為什麼它這邊要取中位數 因為中位數的話是可以讓這個 讓絕對值的-計算這種絕對值核最小 那相對於那個計算平方核要最小的話是算平均沒錯 因為-因為你平均的話你把它-平均比較簡單 但是你用微分去想像的話 微出來的東西然後就會有-可以拆到另外一邊 會變整合-總和然後除掉個數 那-這個的話呢你可能就要去-可以-你可以去分-去拆解說它是-哪一段是正來的跟是負的 然後把它分解出來 把它拆出來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它其實要解的問題的最佳解就是取median 取中位數 那這個是為什麼最後它導出來這樣的結果 是因為這個中位數的rn呢它加hat就是它的估計值 這個estimate可以讓這個東西最小 那因為每一個xy其實都是各自來看就可以了 所以每一項都讓它取中位數的話 這邊每一項都最小的話到最後整個加起來就會是最小的 那它的中位數是針對這個t時間 就是說你有拍到t張照片對不對 你在那t張照片裡面去看它經過filter之後的這個intensity 把它大小排列出來然後取它的中位數 這個中位數就會是它reflectance做完 做完這個filter之後的估計值這樣 那這是我們到這一步呢可以得到的東西 得到這個rn hat就是知道說reflectance經過了 第n個filter之後它的估計值應該是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收集到一堆這樣的東西 用那個剛才那median的算法呢 收集到一堆這樣的東西 對於一種filter你就會收集到一整張影像對不對 的這個每一個xy位置的reflectance 經過的那個filter作用完之後的結果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怎麼辦 因為我們現在要 目前要解的問題是你要想辦法再把它解 把這個r推回來 你有一堆n有一堆filter 然後每一個filter作用在真正的 這個就是我們有興趣的這個 要估的這個r上面之後 得到rn 這rn呢是剛剛取median去算出來的 所以現在變成是你知道的fn 這是我們套用的這個filter 這當然已值 然後rn的話呢是因為你剛剛用median算出來 所以現在這個也已值了 你有這兩樣資訊的時候你想要寫出來r是什麼 那這其實你應該會覺得有點眼熟 就是跟我們在算那 算gradient domain reconstruction那個很像對不對 那其實它最後也是對應到 一個這樣子的這個sparse的問題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你現在有n個filter 所以你如果看每一個filter的話 看每一段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m乘m的矩陣 m是影像的像素的數量 照片的那個pixel的數量 然後r就是我們要估計的那些 整張照片的每個位置的reflectance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一個m乘上1 我們把整個照片都拉成一長條對不對 所以你有m個pixel的話 就是這個維度就是m乘1 然後這每一個是一個m乘m的一個矩陣 那這個矩陣呢是去描述那個你的filter 是怎麼擺在每個位置 就我們上次有看過 譬如說水平的話 可能就是1-1 1-1 1-1 這樣子在對角線上面的一個矩陣 係數位矩陣 那如果是y方向的filter的話 可能就是垂直的這個地方有1-1 1-1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m乘m的矩陣 然後有n個 因為你有n個filter 然後你就會疊出來一個 最後是一個nm乘上m的矩陣 是一個長方形的 然後這長方形的矩陣乘上m m乘1的這個向量之後 得到了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用medium估出來的 有n個 那每一個都是m為的向量 那把它通疊在一起 所以它是n乘上m 然後乘上1這樣子 那你就變成要解這樣的問題 因為你有左手邊這裡已知的這些filter的長相 以及它右邊用medium去估出來的這些rn 然後我們要算的是算出r 所以這個變成是 變成是像一個像ax等於b的問題 問題是這個a呢 它不是正方形的 它是一個很長的這個 就是長方形 nm乘上m 那這樣就是一個over constraint的問題 over determinant的問題 因為你有的equation多於這個 多於你的位置數 位置數只有m而已 但是你的equation有n乘上m的 那你會怎麼解 如果真的顯然矩陣形式的話 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會解 因為我們在講那colour那時候 是不是都有提到這樣的問題 colourization的時候 你知道說這個x呢 最後會變什麼 或是在應該是在那個 HDR recovery那邊會有 會提到 所以你知道x最後就是 要是a transpose a 然後inverse a transpose b 這樣 如果你真的把a寫出來的話 就是用它的這個sulo inverse去寫出來 因為你一旦是a transpose a之後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可以inverse的東西 然後在a transpose b 這b在這邊是b在這邊就是r 然後這就是r 這個是rn 然後這是r 這是f 那作者在論文裡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解的 那當然它是用了這種filter的觀點去看它 所以我們知道說我要解的問題是這樣子 fn是你的filter 然後去rn是你要估的東西 然後rn r hat是你要估的東西 然後rn hat呢 是那些用median算出來的東西 那最後你的解呢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會有一個g呢 g這個filter去對這些東西做convolution 然後g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 它是解這個底下這樣子的式子得來的 就g跟底下的fr還有f convolution的結果呢 在做convolution之後要得到delta delta是delta是只有在0的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尺這樣子很大的尺 然後其他地方都是0 這個delta function 就只有在0的地方有反應 其他地方沒有反應的function 那這個是 這個其實就是從filter的這種觀點來看 看這個東西 如果你把它一一對應的話 就不會這麼 這些式子就不會這麼看起來這麼陌生了 就是假設 因為我們原本的a呢 那個a我剛剛說過 它是長條形的 長方形的 它是不能invert 它是不是invertible 但是如果你是transpose a的話 就是invertible 那一樣就是這個filter呢 那個f呢本身是沒有inverse 可是如果你是算這個fr 跟f convolution完結果的話 它就有inverse 那這inverse呢 它的inverse就會是這個g這個function 那function的話 它的convolution的話 要寫成像這樣 這個大家可能 在訊號處理或是影像處理的課 都有學過 那function跟方圓內積的話 寫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對照一下就發現說 假設說g這個function 因為它剛剛最後的解釋這樣 g是g跟這些東西做convolution之後得到delta 那你就把等式左右兩邊呢 就對這個r r是我們要估的東西 做convolution 所以這等式還是成立的 那delta function 對任何的東西 做這個convolution 就會是等於原來它自己 就完全沒有 因為它就是只有在 每一個位置在那邊有反應而已 所以這個convolution做完之後 就還是r 所以你就得到了底下第三個式子 那第三個式子裡面呢 我們因為知道這convolution 它其實是個線性的operator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sum把它 就是本來是這邊sum起來之後 再去做convolution 你可以把它移進去 所以變成這樣子 那這樣就跑出了什麼 跑出了fn這個filter 對r做convolution的結果 那我們知道這個其實就是rn hat 就第二個filter作用在r上面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已經有了對不對 r雖然沒有 但是作用完的東西 我們沒有估計 我們是用那個medium去估出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有的 然後你就變成這樣的式子 所以到了這一步之後呢 你如果再把這個sum 再拿出一層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 跟這個式子是完全對應的 就前面的這個紅框框出來的東西 其實就是a transpose a inverse乘上a transpose 因為對應的這個fnr就是a transpose 然後g的話呢 其實就是a transpose a的inverse 然後這一團東西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a transpose乘上a這樣 所以從這個filter觀點如果你覺得看起來不習慣的話呢 你只要把它換到這個線性怠速這些矩陣的例子的話就會比較 可能就比較熟悉一點這樣 那到了這一步之後 重點是在於說你要怎麼解 你要怎麼樣快速的解出來 那其實 因為都是做convolution 所以你把它先做fft之後 然後再來就變成點層 然後再把它ifft就可以 所以首先是要先算出這個g這個東西 g的話是你對fn做fft 然後fnr做fft跟fn做fft 那這樣的話這邊就不用 本來是convolution對不對 本來這邊是convolution 就變成是點層 然後把它加在一起 然後你要算inverse的話 就變成是直接點倒數 點除就好了 就不是真的inverse 而是每一個位置的值把它倒數就好了 所以這個就變成比算inverse簡單很多 那有了這個g之後呢 你再做ifft把它還原回小g 那這個小g的話就是 這邊我們要的東西 或者是說底下這裡 這裡我們要的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因為你有小g了 所以你做fft 因為小g要跟這個東西做convolution對不對 所以一樣你就先把它做fft 所以剛剛那邊其實 不用多此一舉真的還原回來 就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那個大g 然後這裡的話呢 是把fnr做fft之後的結果 然後這邊點層之後再去點層這個 點層這個東西 因為這邊又是convolution對不對 可是你做完fft之後 一樣就變成是 只要做點層就好了 那這邊算出來的東西叫做r 然後把它再做ifft回來的就是rn 就是我們最後要的這個rn這樣 所以這邊做了這麼多事情 重點就是它目標是為了要把 讓你能夠從這些medium估出來的rn呢 把它組合起來變成是reflectance 那做到這邊就 整個要做的事情就完成了 所以你已經估出來reflectance 那其實當然還要在log還要再把它expansion 因為剛剛所有的運算都是在log domain下面 那你就可以得到這個reflectance的估計 那用這個例子的話 用這個圖示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 其實雖然說數學是推導好像有點複雜 但是其實它的概念還蠻容易理解的 為什麼可以形得通 它是應該蠻直覺的 就是假設說我有三張照片 這張照片那個中間的那個黑色的那個圓形 跟那個底下的白的這個區域是所有的reflectance 是固定的東西 那為什麼三張照片不一樣 是因為它有一個光線造成的 可能這個正方形的這塊陰影的區域 那這個正方形呢在這三張照片裡面 就會是在不同的位置 那當你對這三張照片做水平的filter 跟垂直的filter之後 它得到的圖會長成像這樣子 會有變化的地方在哪裡 就在這些reflectance的交界 或者是lighting的交界對不對 所以lighting的交界是這邊比較亮的這兩條 那reflectance的交界是這個圓形的形狀 那這是水平的這是垂直的 所以你有三張照片呢 對應的這個做完filter之後的長相 那再來呢我們就是要拿這個東西去算medium 所以每一個位置你都會去對應的 這三張照片的對應位置 去看它的中位數是多少 那這個中位數組合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算出來就會像這樣 每一個位置的中位數都取出來之後 得到的東西就會像這樣子 這是水平的這是垂直的 那為什麼這些陰影所造成的邊會不見呢 因為陰影就 因為我們是假設這三張照片裡面 會改變的是光線嘛對不對 那所以那陰影的位置都不一樣 所以不會有某一個像素呢 就它剛好在這三張照片裡面 都被同一個陰影的那個邊界蓋到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reflectance的話就會對不對 因為它是不動的 那光線的話這是會跑的 所以你如果以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它只有在這張的地方出現的不一樣的東西 在另外兩張呢都會是灰的 所以最後取中位數的時候 就取出來的就會是這個灰的 而沒有那黑的線條 這樣子 原因是這樣對不對 那就是因為那一條邊 lighting的這個邊是會跑的 在這三個位置會跑的 那如果你多數覺的話呢 因為median的話有點像是說 超過半數的人覺得它應該是長這樣子 那超過半數的人覺得它應該是這個灰的 那它就 就會忽略掉那個黑的那一條 那這邊提供的資訊 那這邊垂直的這個filter也是一樣 所以你得到這兩樣東西 然後再用剛才那FFT的方式呢 把這兩個東西重組回來變成這樣子 就是你有水平方向filter完的結果 跟垂直方向filter完的結果 重組出來之後它的reflectance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要取lighting的話 只要再把它扣掉就好了 就是每一張呢去扣掉這個reflectance 剩下的東西就是lighting造成的 它在論文裡面也有探討的 在論文裡面也有探討的 為了